在网易云域里面有这样一条热品 成年人的告别仪式非常简单 我没有回你最后一条信息 你也很默契地没有再发 就这样消失在彼此的生活里 好像从没有认识过一样 仿佛成年人的感情都是易碎品 经不起时间和空间的考验 小时候以为玩得好同学会是一辈子的伙伴 但仅仅是一方转个笑 彼此的关系就开始逐渐生疏 在碰见时连招呼都懒得打 后来我以为无话不谈的兄弟 能够两肋差到一辈子 但仅仅是彼此各奔虔诚 在见面时说聊几句曾经的年少轻狂 也挤不出其他话了 而有些关系的终结 要么大吵一架 要么大哭一场 至少结局也算得上是轰轰烈烈 但是有很多失去 没有矛盾 没有不满 只是因为不再有共同的场景与画面 曾经五颜六色的感情羁绊 就在不知不觉当中 被时间偷偷推去了颜色 成年人结束一段关系的方式 并不是争吵和崩溃 而是有一种默不作声的书里 没有大张旗鼓的送别 也没有四心裂飞的挽留 只是在心装不宣的默契中 从无话不谈到相对无言 从形影不离到天各一方 不喧嚣不张扬 只是静悄悄地退出了各自的人生 成年人的断交 都是静悄悄的 也许是因为我们的时间 精力都有限 所以没有办法去打理 那些远方的关系 也许是因为各自的圈子 渐渐不同 所以没有办法 强行融入到彼此的生活中去 也许是因为双方的三观 都在慢慢地发生变化 没有办法志同道合地 继续走下去 鲁迅和润土是儿时的玩伴 那时的润土活泼机灵 对生活充满热爱 捕鸟捉鱼 十倍自查 不停地给迅哥儿描绘 相间去世 是一个如万花筒般的少年 当鲁迅回到了 阔别二十年的故乡 再次见到润土时 毕恭毕敬的一生老爷 让他再也说不出话来 正如一起通过窗里 任一番害怕失去 陆桥川和钟白 而跑到图书馆里 闭关学习 因为他明白 即便两个人曾经很要好 但随着彼此之间的差距 越来越大 最终他们也有可能 形同陌路 下重不肯雨冰 井蛙不肯雨海 两个人的环境变了 阶层就变了 常常会有一间分歧 也很难再做好友闺蜜 他跟你说着 该如何抓住男人的心 你只觉得无聊 满脑子想的 都是如何提升自己 他跟你吐槽工作不好 你觉得抱怨有什么用呢 还不如脚踏实力地 做出一番成绩 大家同频共振 才能相互扶持 认知不在同一个层面上 一方原地踏步 不思进去 彼此只会渐行渐远 你要知道 好朋友不是努力争取来的 而是在奔跑的路上遇到的 人一旦上了年纪 但凡让自己变累的关系 姑息都不会去维持 一是没有必要 二是没有时间 因为昨有一天你会明白 任何关系到最后都只是相识一场 大家也只是阶段性的陪伴 而那些你放不下的人和事 岁月也都会替你轻描淡写 经过筛选 时间会把真正适合的人留在你的身边 人与人之间 如若没有共同的话题 没有共鸣的认知 没有相同的高度 应挤在一起 也只是徒留尴尬而已 不如各自心赵不轩 不动声色地推出彼此的生活 这才是成年人最体面的告别 拥有回忆 的确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但是 人不可能背负着所有的东西活着 任何事物都有他各自扮演的角色 当物尽其职 我们怀着感恩的心跟他们告别 这样才能了解一件件事情 虽然 之前的人生很珍贵 但往后的人生 更加重要 偶尔会有一老朋友 和我分享近况 怀念过去 情到农时我也会流泪 我真的很感激对方 温暖了曾经的青春 但是我们已经回不去了 我又有自己加倍努力的同时 祝愿对方过得更好 在一起时遇听风看雪 张开怀抱拥抱彼此 此时此刻用来放歌 远去的话微笑相送 或会右手祝他安好 或起或悲 终归精水 有人渐行渐远 和你相望于江湖 也有人缓缓走来 与你情感如故 而这分享来自于 终取无闻 成年人的断交 都是静悄悄的 很真实 好像就是 慢慢慢慢的 你就会和过去的好友 说再见了 很有可能其实你们 都没有说这样个字 但就是尽情尽缘了 其实并没有任何的争吵 或者说什么其他的矛盾啊 什么之类的 真的只不过就是因为 可能不在同一个城市 可能你们没有共同话题 可能你们的人生轨迹 不在同一个赛道上了 所以 大家就不再有 可以共鸣的东西了 可能就是要说再见了 从无话不谈 到相对无言 从心影不灵 到天各一方 其实这些话 听起来 还蛮残忍的 但是当 真正你去面对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 好像没有办法 能够去改变什么 这个就是现实 这个就是生活 好像我们 长大到了一定的时刻 就是会和他们说再见 然后他们也会 在你的生活里 渐渐地 褪去颜色 可能这个就是 成长 也会是 这就是长大 之后你要面临的 失去与得到吧 你会失去这些 但同时 你肯定会得到一些东西 也会遇见新的人 但是我想 不会再有像青春年少时 那么 交新的朋友了 就好比童话 自己就是这个样子 越长大 说实话就是越不太 愿意去交朋友 也不太想跟别人说 自己过去发生过什么 你的心路历程 是什么样的 因为你觉得 也许是在浪费时间吧 不会有人愿意 去听你说这些话 除了那些 在青春年少时 就陪伴你一起走过的 那些朋友 说到这里 都会觉得自己 应该去跟我过去的老朋友 聊聊天 说说话了 我还是不太希望 我们就这样 不再联系了 那你呢 过去的那一个人 还在你的生活里吗 我还是不太想